在加油站上了个厕所 现在是早上7点30分 回去看看我的小车 大家看看这个228上堵不堵 全是大车 我现在距离老家还有230公里 这几天都是爬坡 每天就走了20多公里 30公里 我今天想挑战个40公里 看看能不能骑得到 他这个地方既然没有垃圾桶 那我就把垃圾带上吧 前面的这个路口居然拦上来 那我就换一个路口 挺好的地方 没有垃圾箱 走了好远 看见一个把它的垃圾送过去吧 我看到他这边的环卫工人 都是在那个用电动车在捡垃圾 也不放个垃圾箱 浮的 这次扔垃圾还行的 骑了几百米 我记得有一次扔垃圾 得骑了几公里 才找到垃圾箱 因为这个路上 没有人件 他很少设计垃圾箱 就像我再往前边骑 全是海边 他不会给你放垃圾箱 星城14 葫芦岛29 盘景187 我今天准备14加29 43 四周 四周 兄弟们,以后我再也不说辽宁是平原的 可能也就是我家门口比较平一些 我今天连续爬了四个上坡的 都把我累成狗了 狗没有我这么累 我今天连续穿过了兴城县城 穿过葫芦岛市中心 我准备明天到比价山 那个比价山是不是归锦州管 那我明天就可以到锦州管辖的地方 锦州我得骑三天两天的 然后到盘井四五天能到盘井 六天六天能到家 葫芦岛市中心我记得 我上去走是走在海边那边 走哪里都有这个山坡没办法 这个市中心穿过去就好了 那出长途这个市还不算大呢 这往前可能还有啊 还差着呢 差了啊 到哪儿今儿呢 今儿呢出逢老市中心就行 我看那个工地门口有卖盒饭的 他得吃点饭这种 整不动了 退陈了 怎么骑哪儿去 我是从安山骑到了安徽 又从安徽回来的 我现在准备回家 哎呦这个坡 要了我半头老命 太长了 太陡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葫芦岛的小伙伴 知道这个大坡的 我看到工地门口有卖盒饭的 买个盒饭吃完再走 现在是十二点半了 不吃点东西骑不动了 卖盒饭的走了 你这不扯大呢 我还要往前走吧 我白走这么远了 我就合地卖盒饭的 他在这个工地门口卖呢 然后我就合地 把这个坡上去了之后再买 把车停好 这个坡不好停 这两天走一走吧 看见凉皮了 看看有没有 有凉皮啊 有 多少钱一份 凉皮啊 八块钱一份啊 八块钱一份啊 我来两份 其实这个世界我有一点不喜欢了 就是一顿酒局就可以带一个人回家 两个小时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 三言两语就可以成为 智友 而且认识两三天就可以成为男女朋友 你会发现辛辛苦苦维持了几年的感情 因为一件小事就可以崩塌 这是一个花钱可以买到爱情的年代 领一张证就可以成为妻子 未信一删就会有别的事的 这个世界其实说白了 我是有点不太喜欢 今天骑行38公里了 不骑了 这是葫芦岛的一个工业园区吧 上一次我就是在这个路边住 我还找我那个路边去 这个露营地有没有记得的 有一个皇位大叔给我送过水 还有一个老两口在这儿乡凉 给我送过水 我在这路边还住过一天 明天应该能到比加山 后天能到锦州市博园 到后天到领海 大大后天到盘景 然后就到家 我上一次摘这个马路牙子 我是咋上来的呢兄弟们 我咋记不住了呢 还得想办法给它弄上来呀 不能摘这个路边啊 我看到砖头了 用砖头不就搞定了 电窄事儿 还缺一块儿 上次我来点没看见砖头 这些谁给我准备的 就这样过来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着上不行 搭点鞋 劲儿小了 一二三 我记得我上一次找这露营的时候 应该是夏天最热的事儿 我乡中这儿的理由就是上面有树荫 然后在这儿住了一天 我把那个太阳能插头拔了 我以为有树荫它不会充电 我怕电倒流 结果望插上两天没有电 结果用电用太狠了 这阳户在那儿上去长树梗 走开 兄弟们 看看 大爷大妈他上这儿来乘凉 然后又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大叔说我头发白了 头发白了 属实是头发皮刚出来的时候白了 可哪儿过去年呢 我在安徽过去年 你俩身体都挺好的 挺好的 这回咋样呀 你俩呀 喝好喝喝 回去离婚 这离婚 慢慢摸吧 头几天起诉我 慢慢摸吧 他起诉离婚呢 啥那容易啊 起诉我没成功 回去之后 我俩这回好聚好散 就是上民政局半年 不用起诉我也同意 那已经到这样了 也不是我说得顺了 我现在已经说不顺了 我说不离已经不好使了 是人家要离了 孩子给谁呀 孩子给他 房子给他 然后存款我要两万块钱 房子给他 房子给他 我就继续就出来流浪 那你妈呢 我妈 我还有个姐姐 我就负责挣钱就行 我宅家的话 其实我妈那 也用不着我管啥 咋子这一步 那你咋长大娘 这也 也不在我预料之中 我当时出来吧 我俩生点气 没想到会至于离婚 那现在人家同意离婚了 那不是说我劝就能好的了 那离就离吧 那离就离吧 我一见面 对吧 没了没了 对吧 嗯 好好好 慢点开 没有喽 晚回不了喽 嗯 晚回不了了 就这样了 晚回不了了 不了了 好了好了 哎呀我放弃了 哎哎 慢点去 这大爷大妈 还行 一眼就认出我了 估计也不是认出我了 是认得我这个车 一般都是认得那个车 大家说头发白了 比童年多了 就这一堆破色 是谁能不白头发 兄弟们 好聚好散 哎不吵哎不闹 没什么意思 是不是 接下来有各自的生活 通过小道消息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媳妇和孩子 在看我视频 那我就隔空讲两句 我还有四五天就到家了 今天咱俩也电话沟通了 我就那么点要求 两万块钱我就滚蛋 你也说了 这个要求不过分 你起诉离婚呢 可能是怕和我见面 怕我冲动 打了你 是吧 过了这么多年呢 答应你好聚好散 你就是不相信 主要 是我想在这个网络上 行得正 走得正 我不想到最后 咱俩离婚了 打你一顿 骂你一顿 吵架吵得鸡飞狗跳 估计粉丝对我做人 也会很失望 还有这次你也放心 冷静期啊 我不会耍赖皮了 等把离婚证办理下来 我再计划我下一次的旅行 还有就是四五天到家之后 想买我车的这些朋友们呢 等我到家一一给你们打电话 房车自行车太阳能加一起三千米 如果你觉得可以呢 那基本上 这装生意啊 成了 大家考虑考虑吧